但徐奶爸才是福宝最爱的饲养员 老徐去内社干活也要被闺女斜着眼偷窥 小福挨头就算了还换着眼睛找奶爸 只能说父女俩一刻也不能分开 要知道徐奶爸前几天没来上班 搞得福猪猪郁郁寡欢 平日里爱吃的小苹果都看不上了 然而老徐休假回归后 福宝就展现出自己的另一副面孔 不仅能抱着笋笋大块朵 还能淋着暴雨一脸淡定的甘烦 这可是徐奶爸带来的安全感 小福依赖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奶爸早就把这小妞当成自己闺女宠 福宝还没出外场的时候 老徐就变着法给自家宝贝加餐 不是做丰隆小零食 就是去山上砍不同口味的竹子 有时候奶爸还没进房间 就迫不及待地叫起来闺女的小妞 福宝第一次出外场的时候 可把徐奶爸给着急坏了 生怕好几个月没上班的闺女不适应 向着老父亲般牢牢叨叨起来 而福宝也没有辜负奶爸的期望 一出门就开心到撒欢 毕竟这小妞早就被他宠的性格开朗 虽然福宝留学期间已经学会掰竹子 可奶爸还是舍不得闺女动手 每次给孩子送来的竹子都是他掰开的 福宝最喜欢上班期间被老徐投喂了 没人比他还要了解孩子的喜好 每次给宝贝闺女加餐都是对方爱吃的 他到现在都还不太喜欢吃竹笋的根部 他喜欢吃笋尖和笋中部 天顿的地方 然后窝头苹果萝卜都吃 奶爸还深知宝贝闺女性格亲人 不仅经常帮对方按摩 做行为训练之前还要摸摸鼻子 一般情况下和动物周端的时候 摸鼻子也是一种比较友好的感觉 快 快 有次福宝坐在树上干饭欣赏美景 奶爸一点不担心闺女动手 直接去外场收拾小水吃 福宝在外场上班的时候 老徐也在游客区默默守护着孩子 用实际行动给宝贝闺女最好的陪伴 然而愈发默契的父女俩 如今还能无障碍交流 奶爸直接拿来临时让孩子做选择题 他喊闺女起床更是温柔到骨子里 估计福宝听到夹子音都快睡着了 只能说福宝是宠儿娇是有原因的 毕竟徐奶爸真的太宠爱宝贝闺女了 自养员对熊猫能溺爱到什么地步 喜淘淘吃的竹笋都是奶爸亲手包的 这才是真正的把熊猫当孩子养 奶爸伺候好带而吃笋笋的同时 还温柔细语的都舍不得大声讲话 只可惜此时的喜淘淘满脑子都是干烦 内心OS奶爸你能包快点吗 同样被惯坏的熊猫还有冰环 平日里吃个竹笋奶爸都得举到孩子面前 生怕自家闺女累着 孩子都惯得没有熊样了啊 吃个损还得人家给你举得着 然而奶妈吐槽归吐槽 下一秒又嫌弃起来奶爸举损不到位 你还得再高一点 这样子她还得低头 私家作为大东北的孩子 饲养员更是把众女青男发挥到极致 给孩子投喂个竹笋 都要一块块掰开放到对方嘴边 更别提私家的奢华生日会了 这小妞不仅有史无前例的超大水果蛋糕 奶爸奶妈还用鲜花给孩子扑了 难怪隔壁目睹全程的幼幼满脸不服气 都知道鱼可是出了名的妈宝熊 一言不合就跳进奶妈怀里求抱抱 即便这小子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重 李奶妈也会咬着牙一把抱住熊孩子 估计她因为鱼可早就练出来麒麟笔 而谭爷爷也是将花花当孙女的 宝贝吃饭被气她滚滚抢食 她就亲自给宝贝开小灶塞锅 爷爷知道宝贝孙女没有安全感 就特意把家搬到花花隔壁 年过半百的她整日挤在小床上 有次花花耍脾气不想回家 谭爷爷直接抱着毛孩子下饭 脸都憋得通红也不放下来 在溺爱孩子的赛道上 徐奶爸不可或缺 福宝都被她宠成公主脾气 奶爸上一秒还在夸自家宝贝温柔 福宝吧她有点小调皮 她是比较俗女 她起来满温柔 结果福珠珠直接将脚丫塞进水时 宝贝还当着老徐的面帮到芒搞破坏 爸 我帮你找小灰 还你帮忙 你不是还你帮倒吗 不得不说老徐的爱鼠是有些盲目 奶爸身无可恋却只能欣然接受 毕竟小福是她宠出来的 从没见过哪个饲养员喊熊猫起床 是拿着小苹果放到孩子嘴边的 哎呦 天真咋的 还没水清啊 咋的 不过宠孩子的不只是国内饲养员 暖暖在马来西亚也是长公主级别的待遇 因为宝贝压根就不需要自己走 上下班都是奶爸包接送的 平时睡觉的时候还有专业人员 拿着工具小心翼翼给孩子梳理毛发 以至于这小妞的屁股 都比大多数爱挖梅的熊猫白 真希望每个熊猫都能在爱里长大 被饲养员宠成国宝该有的样子 刚刚生产完的绣球还没适应当妈的身份 紧张不安地躲在小角落 奶爸看到这一幕忍不住揪心 明知道带宰大熊猫领地意识强 还是不顾危险去产防安抚宝贝闺女 或许是因为奶爸的近身接触 绣球终于放松警惕 允许对方抚摸熊猫幼崽 可奶爸完成取宰任务还是难以登天 他没有强行带走小家伙 而是尊重闺女的想法主动离开 王奶爸第二次进入内社的时候 还特意捂热手心靠近闺女 绣球并没有任何的抗拒 因为这份信任才能主动上交海 虽然熊猫幼崽身体健康 可王奶爸还是放心不下母子俩 第一次当妈的绣球没有经验 幼崽出生一周还没学会抱娃方式 以至于小家伙喝不到奶 绣球也因为手脚病容泪得气喘吁吁 连续一周都没有好好干烦 王奶爸只能亲自去内社教闺女带娃 只见他端着一盆蜂蜜水靠近绣球 看到宝贝大快朵鱼的样子 奶爸忍不住摸摸对方的脑壳 一人一熊的相处方式像极了轻缝女 奶爸一手投喂着绣球转移注意力 另一手靠近闺女怀里的幼崽 直到小家伙喝到奶 他这才安心离开 可能我也摸了一下幼崽 他体温 活力这些都是正常的 然而母性极强的绣球却因为孩子 忙得不吃不喝整个熊都消瘦了 操心的老父亲只能亲手投喂闺女 可绣球却低着头压根不理会他 为了让孩子补充体力 奶爸立马递来一盆蜂蜜水 像哄孩子般温柔地安抚着自家宝贝 即便绣球坐月子期间一拨三折 但幸运的是由奶爸陪伴 短短一周的时间他就能带崽干饭两屋 抱孩子的同时吃竹叶也不成问题 此时的王奶爸依旧闲不下来 他考虑到闺女近视不愿 坚硬的竹子也容易伤害到熊猫幼崽 于是特意将竹子剪成小块 他现在抱着小崽 一只手吃竹子方便一点 二是为了安全一点 如果长一点呢 吃咬的时候可能会把那个幼崽划伤啊 王奶爸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细心 难怪绣球能百分百地信任他 明明情绪极度起伏不定 还在最爱的王奶爸面前这么问 非但不会排斥对方进入内设 听奶爸喊自己的名字也会下意识回头 要知道奶爸还照顾小琪琪 是老王将宰宰宠成肆无忌惮的性子 他对所有的熊猫都是同样的爱 只可惜王奶爸如今已经掉稿 小琪琪再也不能笑 以前那般跟在奶爸屁股后面撒娇了 饲养员对熊猫能溺爱到什么地步 喜桃桃吃的竹笋都是奶爸亲手包的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这太难包玩了 这才是真正的把熊猫当孩子呀 奶爸伺候好带儿吃笋笋的同时 还温柔细语的都舍不得大声讲话 只可惜此时的喜桃桃满脑子都是肝反 内心OS奶爸你能包快点吗 同样被惯坏的熊猫还有冰环 平日里吃个竹笋奶爸都得举到孩子面前 生怕自家闺女累着 孩子都怪你没有熊样了啊 吃个笋还得人家给你举的 然而奶妈吐槽归吐槽 下一秒又嫌弃起来奶爸举损不到位 你还得再高一点 这样子她还得低头 私家作为大东北的孩子 饲养员更是把众女青男发挥到极致 给孩子投喂个竹笋 都要一块块掰开放到对方嘴边 更别提私家的奢华生日会了 这小妞不仅有史无前例的超大水果蛋糕 奶爸奶妈还用鲜花给孩子铺路 难怪隔壁目睹全城的幼幼满脸目浮器 都知道鱼可是出了名的妈保障 一言不合就跳进奶妈怀里求抱抱 即便这小子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重 李奶妈也会咬着牙一把抱住熊孩子 估计她因为鱼可早就练出来麒麟笔 而谭爷爷也是将花花当孙女的 宝贝吃饭被其他滚滚抢食 她就亲自给宝贝开小灶塞博骨 爷爷知道宝贝孙女没有安全感 就特意把家搬到花花隔壁 年过半百的她整日挤在小床上 有次花花耍脾气不想回家 谭爷爷直接抱着毛孩子下班 脸都憋得通红也不放下来 在溺爱孩子的赛道上 徐奶爸不可或缺 福宝都被她宠成公主脾气 奶爸上一秒还在夸自家宝贝温柔 福宝吧她有点小调皮 她是比较俗女 她起来满目 结果福珠珠直接将脚丫塞进水时 宝贝还当着老徐的面帮到芒搞破坏 爸 我帮你找小灶 还你帮忙 你不是还你帮倒吗 不得不说老徐的爱鼠是有些盲目 奶爸身无可恋却只能欣然接受 毕竟小服是她宠出来的 从没见过哪个饲养员喊熊猫起床 是拿着小苹果放到孩子嘴边的 不过宠孩子的不只是国内饲养员 暖暖在马来西亚也是长公主级别的待遇 因为宝贝压根就不需要自己走 上下班都是奶爸包接送的 平时睡觉的时候还有专业人员 拿着工具小心翼翼给孩子梳理毛发 以至于这小妞的屁股 都比大多数爱挖梅的熊猫白 真希望每个熊猫都能在爱里长大 被饲养员宠成国宝该有的样子 徐奶爸又被造谣辞职离开福宝了 真心爱护熊猫的他凭什么遭受网报 今天一大早老徐就出现在外场 帮闺妮打扫外场用实际行动例证谣言 他对闺妮的爱意抵得过流言飞语 自从福宝的新奶爸上线后 某些粉丝又一边倒得黑起来徐奶爸 夸帽子叔叔无微不至的同时 还要拉踩同样爱护福朱朱的老徐 然而爱不应该被拿来比较 不可否认新奶爸的认真负责 但老徐何尝不是把福宝当闺女呢 帽子叔叔会掰开窝窝头一口口喂给孩子 徐奶爸也做过相同的事情 面对面喂饭时还要温柔地盯着看 有次福宝心情不好没有吃饭 把奶爸着急地去上山砍闺女爱吃的苦衷 一路上都是亲自护送 只是为了能更快地交给对方 徐奶爸的好被黑粉视而不见 只是因为福宝外场不能爬树丰龙少 就开始线上线下轮番攻击他 可奶爸也只是基地的基层饲养员 平日里拆个塑料壳也得一层层请示领导 不能给他一个把这树的保护罩给他拆一个呀 这个我们给上面说嘛 我们领导说一下 饲养员能做的也只能是 用自己的方式给福猪猪带来乐趣 所以徐奶爸才会研究落实器 不能加玩具就亲手给孩子做 每当福宝站直够竹子的时候 徐奶爸就在不远处满脸欣慰看着孩子 他对宝贝闺女还不够用心吗 奶爸明知道自己处于舆论中心 可他看到福宝打满还是忍不住训斥 只是因为老徐担心孩子会刻板 都知道徐奶爸很涉口 不仅被记者采访全程不敢睁眼 和粉丝互动也是匆匆走 没想到他谈起福宝就是另一副面孔 更别提他在内社捞到宝贝闺女了 只是因为福宝天热不回家 徐奶爸就给对方开思想教育课 虽然熊猫不会说话 但福宝却用实际行动回复爱意 只是因为师哥多日才看到徐奶爸 这小妞就激动到一个镜回头 还要把小脑袋伸进小窗口监控 徐福记可是双向奔赴的感情 真不希望父女俩被拆散 看到蒙兰受伤后依旧积极营业 才明白阳光开朗的他有多懂事 昨日蒙兰的左手掌肉便再次破了 这可是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第三次受伤 换作其他熊猫早就撒泼打滚 可慢慢却抱着大篮球陪游客玩了好久 直到疼痛难忍的时候 才趴到小窗口向奶爸打报告 没得到回应的蒙兰也不消停 继续整活哄一闷开心